Have a nice day man Bye-bye Bye-bye Thomas 著手,你住哪? 我知道了 好,玩具TV 好,回到周星期,Bye-bye Thomas 謝謝 剛剛就是Model buddy Model buddy,謝謝 Thomas 介紹完了一個模型 今天晚上的東西比較... 一是一是模型,一是軍事 比較man一點 Almond出現了 竟然,也不是竟然的 德哥,你今晚有用 你有機會給我,真的很開心 先說回正題 我們身邊有些人在說話 希望聲音沒那麼集,開了一波 老闆,今天我們就說 Forses of Vela 哇,看看車子放在這裡 連賣地台,先 今天我們先輕談淺唱 為什麼呢?因為講軍事 其實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就初步講講這個產品的 怎麼樣呢? 好啊 賣點關子 遲些,遲些 有可能有一位我們很熟悉的朋友 大家都有很多人認識他 會跟我們長期 繼續做一些軍事的 題材公司 很期待 很期待,我們很開心 那個人很風趣 又重複,又重複,又重複 OK 好,講到這裡 講回這個牌子 Forses of Vela,我們知道是新的 曾經出過 但是呢? 現在是reboot過的 是一個新的公司去 就是用了這個品牌 然後去出過 所以呢? 曾經玩過的老朋友 就要 知道是什麼 但是要看看 他們出過很多的軍事產品 包括這架Tiger One 這一架就是reboot之後 重新做的 不用問了 所有武具都是新的 看說明書裡面 其實很多精細的東西 沒錯 這一架Tiger One 其實是可以 厲害了 是一個瘡可以打開的 你多揭兩頁 看到啊 是的 可以打開之餘呢 後面那個引擎瘡 可以打開透氣口之後 其實它整個車身呢 那個頂 就是在上面 看到這個位置 都是可以打開的 可能記得有 Emman幫幫忙 麻煩 多少頁? 你還可以看到? 沒有啊 這頁是最多東西打開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不是 是這裡 剛剛就是這裡 這裡 哦 是哦 引擎可以拿出來的 對 引擎可以拿出來的 當你把整個車身的面 那個甲 連上炮頭 拿起來 就會有一個內部出現了 當然賣點就是引擎 引擎了 這是其中一個點 引擎可以拿出來 第二個賣點呢 不用說了 就是你摸一摸 給你摸 現在 不過不是摸我 你摸一摸 摸這個 摸這個 哇 是不是很冰冷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一個冰冷的新區 莫非它是用了很多金屬 沒錯 它是由砲管 砲身至整個砲輒 都是金屬去做的 沒有發不便宜 沒有發不便宜 而且可玩度又高一些 感覺又重新一些 其實你摸一下 車身也是 都是的 它們現在這個新版本的 Forsal Spiller 那個合金含量 成份 比以往是更高 所以整個車身很重 今晚我講明了 輕談點是因為 我自己會再特別再做一個 比較深入一點的節目 因為呢 要揭開去看看車 另外呢 就要跟你講理帶那件事 因為這一刻我真的 拆不及那個斜身 因為我嘗試拆過 可能有一點難度 我今晚就不拆了 好 那我看看車身 嘩我好像有些東西 好像炮的 希望不是我弄掉了 Anyway 好 看看這裏 這車講一些賞識 好嗎 賞識你有沒有玩過軍事 即是無人 以前也有玩過 真的有 你那個年代也有玩嗎 不是小時候才玩的嗎 但你小時候可能已經流行高達疆 野戰那些是會玩的 野戰那些 好 講述這個迷彩 很明顯是德軍的三式祖旗迷彩 應該是打東部戰線那時候 初期形的迷彩 但你有沒有發覺 顏色很自然 好自然嗎 好自然 好自然 有什麼自然化呢 游得很好 這個多過癮 因為你發覺 首先沒有錯一些Glossy 先 因為這麼大的坦克車 沒有可能Glossy的知識 在戰場上 這麼多風沙 這麼多摩擦 這麼多戰損 怎麼會有Glossy的顏色 你順利也 看見也不相信有 剛剛出創那一刻 是 但是他為了保護自己的車身 或者保護坦克車去 都不會油到這麼Glossy 反光被人射硬 所以這個 他做到一個 很不Glossy 我叫Matte的感覺 加上就是 那些顏色 那些三色迷彩 是德軍 很著名的一種 德國的一種戰爭科技 你不會以為我看 德軍的車 不是經常都是黑色的嗎 不是 其實那些是深灰色 德軍灰 早期仍然出創 基本上是德軍灰 早期打俄羅斯 即打蘇聯 當時是紅了德軍灰 即是Panzer II Panzer III 那些就是德軍灰 後期因為戰場上的需要 發覺已經不對勁了 太明顯了 於是開始有很多不同的迷彩都出現了 我發覺還有很多不同的 好了 既然你說的條條 好了 有一個人仔 不用說是一個軍官 一比三十二的 可以配到一些市場上 我們叫做Metro Figurine 那些叫做金屬兵仔的玩法 這裏不差 另外這幾塊呢 就是它那個 鋁帶 鋁帶的擋泥板 有很多人以為 那個不是裝甲 那個是擋泥板 因為當那個車 這幾塊人走 它都齊了 是的 我們先拍一下車 好了 當車打完的時候 你會發覺 那些輪子就會捲很多泥 上去的 那這裏呢 如果你沒有擋泥板 那些泥就飛了上去 那有些什麼問題呢 對 很多問題 例如就是 會積住在離帶 走不到 加上就是 如果車上有些人員 坐在那裏呢 就會 船頭 當然打仗來說 不算 其實不是的 你在戰場上 長期沒有洗澡 如果你的身體太骯髒 其實會引起很多病 好像當時打越戰 有很多腳氣 是的 一戰的時候 很多人有腳氣病 做一些生肚子 那些很多 鼻腑病 令到很多 戰場上的傷亡 反而不是戰爭的造成 是疾病造成 所以其實 在戰爭技術裏 很多時候 需要一些 叫做 衛生的處理 這些 很少人會談及 好了 現在擋板 加上就是這個 坦克車 是可以拆到的 這一集我先不拆 因為我怕現場 拆壞東西 就肉酸 那就不拆了 但是這個 拿去拆的 還有現在這個 你會看到坦克 引擎倉 也是打開的 你會看到引擎在這裏 很清楚 這些迷彩真的入得很準 你會拆開二戰模型的那些 你會看到 一個成品游到這樣的迷彩 是一個很有心機 很有心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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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少許背後的 不是冷靜 是一些秘密 就是這間廠 其實找了一個高手 他不是油脊板 很多時候公司找了高手 油脊板 每一隻都有 然後 你去做吧 原來不是 他做完板之後 他還找了 他一起去研究 在生產過程裡面 如何將步驟分開 可以變成一個生產工序 instead of 一個工藝 因為如果是手藝的話 其實有時間教的 但如果他分到工序的話 他就能夠做得更好 所以我發覺 有時候看到一些 會不會有些板很漂亮 板很漂亮 成品出來就糟糕了 他們就錯過了這些部分 就是沒有找過高手 或者那個專員 去將它和引擎 或者開發人員 一起去共同研究 如何將顏色分模 分件分步驟去噴 造成這樣東西 其實香港的公司 已經一早做了一件事 就是學胎 你將它由頭的部分 已經很工序化 分開了 所以看到它的頭的質量 你發覺它是 起碼一致 雖然有時候 好像同學版有少少出力 但起碼它是一致的 就是它能夠將那個技術 叫做工序化 所以它會幫助整件事 這次就要炸一炸 它們其實連續出了幾部 Jet Tiger 三 Tiger 雪曼 其實那些上色 全部都基本上是對版 還有這個地台 貴了 貴了 因為整件都是啤件 立刻起步 對 不用說 車其實是可以拿出來的 拆了一些螺絲 就可以把它拿走 咦 還有一個Special Feature 不過你知道是什麼嗎 是什麼 沒錯 就是這個理帶 要拍下一點點 要近一點 因為理帶可以轉的 理帶 是可以由PVC 交的理帶版本 變成一個金屬版本 到時你會看到 典型在線上的理帶 是墜了下來的 現在你看它沒有墜下來 因為它的PVC很輕 還有它有一點彈性 這個就是這個版本 這個是貨 不過因為這個版本 就是普通版本 就給PVC 有兩個版本 對 日後你要付錢 付錢 金屬那條理帶 這樣就會更好 好 它另外再出一條金屬理帶 沒錯 你可以換上去 那很棒 金屬理帶很有感覺 對 還有你再看看 那些輪子 那些負重輪 這個叫負重輪 這個叫戴動輪 負重輪是有獨立懸掛系統的 嘩 在玩到這麼久 逐個跟你說 逐個動就行 不是假的 每個都是 你看到它是彈上去的 就是你過一些重的地方 它整個輪子彈起 而且你不會弄爛 通常你彈起就是 糟糕了 斷了 對 我們嘗試拍一下前面 那個505部隊 德國的其中一個重裝甲師 令我想起前一陣子出了那套專講坦克車的電影 是嗎 是嗎 不是 專講坦克車的電影 是的 是俄羅斯拍的 叫做 好看喔 聶薩T-34 嘩 好像是好看 可以介紹一下 好好看喔 因為在俄羅斯拍一定會有這麼多 是很有水準的 就講 我估計是講 德軍捉了一班俄羅斯坦克車的人 是 之後就放回這班俄羅斯坦克車的人出來 就跟他們現在那些德國坦克車決鬥 因為是德國做了一輛新的坦克車 是 是 類似是因為要拿來做訓練的數據 嗯 當然 子彈是給他們一些假的 是 用他們以前舊的那輛 是 後來又講 這班俄羅斯的坦克精英 怎樣逃走了 嗯 是 就 解決了整個德國部隊 是 那些英國故事 不過這樣拍出來真的挺漂亮 很漂亮 即時我看回顏色真的做得很好 不是賣花棧花香 那順道要講講 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通常有些師兄就問 喂 哪裡買啊 哪裡買啊 咦 咦 好 先回來 不用說了 我的鐵雖然有個 暗示在這裏 哈哈 有個暗示在這裏 另外不過呢 是沒有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大陸已經全市了 全市了 因為其實呢 內地的需求很強大 是 一出來之後呢 其實第一批已經沒有了 很算 我猜 其實之前出了一本Storm Dagger 有兩個模式的 就賣999 那這款我猜是差不多 這個不會過1000 好 那可以留意一些店鋪 以及相關店 看看可不可以訂到 或者有貨 因為它會再有的 但是它第一批真的已經脫了 這個是不是就是相關的店 對 這個其中是相關的店 沒錯 那另外就是大家可以留意 就是 現在他們做這些產品 他們基本上都會限量 多個量不是那些 即是炒的限量 它可能每一隻都有一個號碼 跟回 那這裡有一個玄機 我們看看這裡 看看這個 這個檔案裡面 真的是納來的 另外呢 除了剛才有那些 叫做 人仔之外 有說明書之外 這個玄機就在這裡 有一張卡 這張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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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卡是什麼呢 其實每張卡都有一個獨立的號碼 505的重裝甲部隊 另外這些很漂亮的 德文 德文 有一個號碼 有一個號碼 最低的白色字 這個號碼不是亂來的 其實是一個獨立的編號 每張 每張車都會有 它真的會限量 做完一批之後 就不會 軟缺來 不會再做的了 好 我們輕談填上講到這麼多 好 不是怎樣符合呢 謝謝你 Aaron 好 稍後我們回來又有些新的東西 1分鐘 3分鐘 22